欣赏最重要的织绣化文物 梳理中国织绣艺术 请大家欢迎 上海的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非常高兴来到上海 也非常高兴 有这么一个机会 在上海有这么一个交流的平台 把我工作吧 和研究当中的一些心得和体会 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和分享 今天我跟大家要分享的这个内容是 中国古代织绣化艺术的建设 提到这个织绣化呢 它实际上也是中国古代织绸艺术的一部分 大家也都知道 中国古代是一个织绸大国 中国的织绸呢 也是应该说 号称中国的十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吧 它在中国历史上起到的这个作用非常之大 织绸之路 就是因为这个织绸而得名 从古至今 华为了织绸的作用 织绸化呢 它是这个织绸当中的一部分 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呢 更多的织绸是一种比较实用的 大家非常穿戴呀 家里的橙色呀 铺成更多的是一种实用品 但是这个织绸化呢 实际上它更多的是一种就是艺术新产品 中国古代丝绸发明最早的时候呢 它实际上是一种就是使用性的更重 但是越发展到这个经济繁盛的时候 社会稳定的时候 它就逐渐向这种新产品的转化了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呢 实际上是织和绣两种这个画的这个形式 这个织化和绣化呢是有区别的 之呢实际上就是说简单一点通水一点 它就是一次成形的 就像一个织景画或者克色画 它直接一次就织成这个 一个一件艺术衣品了 而这个绣呢实际上是一个二次加工 可以在一个织绸上 就拿这个织线进行刺绣 做二次的加工而成为艺术型 那么下面呢就分别介绍一下 第一部分介绍一个织化 织化在下面呢 它也分好多种 第一种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 这个克斯化 克斯呢 它实际上是一种通筋回纬的 这样一个织物 有的人说这个克斯是通筋断纬 实际上并不准确 如果准确的话应该是通筋回纬 因为它这个纬度它并没有断掉 所以不是叫通筋断纬 而是通筋回纬 它这个纬线始终在围绕这个筋线在缠绕 所以是没有断掉的 只不过呢 它不像通常的织物 是把这个纬线通缩地制造在这个筋线的下面 它只是在画一个花纹的地方 取一个局部回纬的这样一个织子结构 所以呢在外观上呢 别人容易看到就是好像是有镂空的地方 如刀刻一样 所以叫做克斯 古人常说呢 一寸克斯一寸金 这个呢确实是跟它的工艺有关系 其实它从组织结构来说相对比较简单 就是一个平板的织物 但是呢它艺学南京 有好的艺术品达到一定的欣赏品东西 做的艺术水平非常高的呢 这个难度很大 所以它有这个一寸克斯一寸金这样的一个美丽 它这个最大的特点呢 它就是可以 由于它能够自由的变换色彩嘛 所以它能够就是表现这个色彩的过度 和这个转折 在层次上非常的丰富 也具有这些这个很强烈的装饰效果 所以特别适合来模制这古代的梳化作品 所以呢这个从这个宋代开始 它就有这样的一些克斯的书画作品 之所以叫克斯呢 因为它有像这样的一些镂空之像 好像是刀客一般的 它叫做这个克斯 其他的这个资机也是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个小的这个木机 简单的也就是一个屏幕的植物 它使用这样的一些很小的梳子 梳子上可以挂上很多十到二十种的 不同的柴色的丝线来进行划尾 进行那个换梳 它的这个克斯来源呢 实际上在汉代就有 当时不过不是拿丝绸来做的 而是拿毛之品 所以当时呢叫做克毛 这个技术呢 实际上从克毛就演化而来 当时呢都是一些实用型的那个品种 在中国呢实际上发现比较早的这个克斯呢 最早的应该是唐代的 这件是现在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一件 克斯的一张丝带 因为它有明确的这个纪念 在唐的永昌元年 也就是公元六八九年 就说明中国在这个时候 已经有最早的克斯已经出现了 在八三年的时候 新海都南县也发现一件那个克斯高品 也是从它的发门上啊 和它的组织结构上呢 也是非常的成熟 在海外呢也有这样的一些克斯高品的一些保存 因为当时呢你看可以 它都是一些比较实用的 比方说一些丝带啊 或者像那个佛的那个佛芬啊 或者像那个佛芬啊 这样的一些使用品 这件也是在中国这个克斯史上非常有名的这个作品啊 正常辽薄的克斯指南卷 咱们前面看到呢 唐的呢实际上它是一种 食用品的东西 而到了这个北宋呢 因为它受这个当时 北宋公平的一些影响嘛 包括北宋的一些皇帝 对这个书画的重视 包括对这些克斯的重视 然后呢这些克斯作品呢 就逐渐就演化成一种 欣赏性的这个一些作品了 这些克斯作品呢 也承认一些比较中的 比较早期的那个特例 就是这样的一些漏空之相 但是它实际上那个字幕组织非常的紧密 嗯 当时呢也发明创造了一些 就是说克斯上的一个技法 比如说枪射 枪射法当中的结的这种 一个技法 结呢实际上是一种 嗯 色彩的一种过渡 这样的一个 从深到浅 或者从浅到深 这样的一种 嗯 技法呢 它可以使这个雾像啊 它更加具有立体感 像这个三十 如果它采用一个单 单一的这个红色 它就显得就没有层次感 而你使用这个 由深到浅 这么一个过渡 它立体感就 就呈现了 嗯 到北宋晚期呢 这种趋势呢 就更加的明显 嗯 因为受到这个像 一看呢 好像是用这个 笔墨的 或者用单亲的 来制作的 实际上呢 它是用这个 诗线来制作的 所以这次上博的一个展览 叫 诗里单亲 跟这个也有关系 啊 它毕竟是用这个 采丝 丝线啊 来表现这个 这个书画作品的 这样一个 艺术效果 所以这些黄帝也说 他说 这样子 也就是说是 就 超越一些 书画作品的 这个效果 艺术效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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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呻 其中 coast 这个人呢 虽然说 政治上是 非常地这个 溫庸 但是这个 大家都知道 他在中国 俗话史上 具有非常高的造力 他当时也组织了一些 像宫廷的画院 大量的画家 在里面进行创作 然后呢 也支持这样一些课室的 所以当时这些课室作品 也都非常好的提现了当时一些辉矿作品 而且当时已经发明了很多一些课室的技法 比方说这个评刻呀 大说呀 还有这个长短枪 目数枪等等这样一些技法 这样技法的使用呢 就可以把这些书画作品当中的 这样一些造型吧 能够表现个微妙微笑 到了南宋呢 可以说到了克斯艺术的一个大的发展 因为到南宋嘛 毕竟就到杭州这儿定都了 随着这个社会的稳定 它这些艺术品的创作 就逐渐达到一个高峰 大家也都知道 宋大师在中国历史上 也是一个就是文明啊 理术相对比较发达一个时代 它的这个艺术品呢 也是同步发展了一个非常高的阶段 尤其是克斯艺术 尤其是克斯艺术 应该说在中国历史上 发展到一个巅峰 就是很多作品吧 因为当年有一些像 朱克楼 陈吉方的这些巨匠 大师级的人物在里面出现 使得他的这个克斯作品呢 达到了中国克斯艺术上的一个巅峰 应该说 时候千年间无法超越 基本上到乾隆时期啊 也达到了一个高峰 但是呢 那是一个特点是红纤巨制 国家力量不惜投入巨制 去创作的一个很红达 很盛制的一些巨术作品 但是从艺术 这个它的很高度来说 说在这个高峰是无法超越的 跟唐在这个诗歌一样 什么比如说千年间 或者是几千年间 无法超越一个巅峰 这个时候呢 这个克斯的技法 已经更加多了 他当年创作这些技法呢 到现在也都还在继续地使用 可见他的生命力是非常的放生 所以这些文献上说叫 随所欲作八草行寿 就是他的达到一个就是 出神入化 如何尊心的这样一个 随心所欲的一个地步 其实就是他的这个技法 艺术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这个就是咱们在座的上海国务馆的镇馆之宝 那个鲁可乐的棉塘骨鸭筑 非常珍贵啊 这时候我们没看到这个珍品 没猜太珍贵了 但是他在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地位 是极其的高的 比方说 朱克刘他创造这个长短腺技法 被称为朱克 升级历史 但目前也在大量使用 你看现在创作的作品 还有这个 清在大量作品当中 几乎每一件作品 都有这个长短腺的存在 他的这个艺术品呢 就是把这些 像这些山石啊 这些动物啊 花草啊 都以为都是为妙为效 可能当时他可能是 这些人啊 不仅就是说有非常高的这个 制作机 而且应该有非常高的这个 这个强强的这个造型 就是他们肯定是会画画的 画得非常好 他都非常高的这个品牌 所以他既懂这个艺术 那个有一个工艺 而且就结合呢 是他能够创造出这样一个 嗯 千年间文化 潮越的这样的一个 极其的艺术品 看这个长短腔 它其实也是一种这个 这个颜色的这么一个计划 就是让这个颜色吧 有这么一个 比较顺其自然的这么一个过渡 而不是显得很突兀 像这个叶子 从中间那个深 然后到边缘那个前 跟这个枪法 你处理的 由深到前这么一个过渡 就显得这个叶子吧 非常有绿体感 而不是一个很平面化的东西 这描迫的 土中的这些细节是非常地准确的 你看这个作品 你很多就是说拿这个毛笔来画 可能都打不到它这样一个细节 如果这样的作品 如果能看到实物 那感觉又是更明亮 跟这次上博展出这些客的作品 你在画写上看是一个效果 如果你到现场去看 肯定是这么一个效果 还因为它能呈现一些思理的质感 你看它这些景度 可以看到它打达了一个什么样的高峰吗 像这些叶子当中那些它的枯绒啊 这个非常咬的这些细节 都做得非常地精彩 跟大自然当中存在的这个是一模一样 像这些叶子当中的枯绒啊 像这些叶子当中的枯绒啊 我们不会因为这个叶子上有残缺了 我们不会因为这个叶子上有残缺了 也显得这个画面不怎么美观 但恰巧是因为这些细节的普通啊 而且用这个工艺点把它表现得这么的逼真 从而使这个画呢 就显得更加的生动 更加的接近自然的一个状态 还有这个像双子星一样 在这个南宋 溢溢散到的这个双子星座 应该就渡客了 在这个就是成子发了 像双子星座的这个名作就是 双子星座公公不愿的梅花寒雀图 我们可以看到 表现的这样一些这个鸟 它的这个神态 非常的精神 还有像这个树干哈 这个 它的苍蝗感 或者这个囚禁感 表现得非常的明显静 而且呢 他们这些 当年这些作品呢 它们有 几乎是没有一处心中去造体的 基本上都是用客室的表现出来 难度非常大 如果你去看这个圆树的话 像这些 身上的这些 仪器的那个毛化 都表现得非常的逼近 而且也过度非常的自然 它不仅有这个 可以表现的那些花牛 它同样的 可以三写化的这样一个表现 也是非常的好 尤其它这种 咱们观赏 它这个 试制品 它因为有这个 粗化作品没有的 这样一个 质感 质美 它的激励质美 所以呢 它很多地方呢 虽然是默克的这个 绘画作品 它很多地方的绘画效果呢 更顺义严重 比它更 更终具魅力的一种 就是说 技术欣赏力 这种感染 那这个长短腔 那我们都可以再用力了 好 这个技术发展呢 报尔延 但是它毕竟是一个 对中国南宋 是一个就是说 很大的一个就是 很大的一个就是 打击吧 就是说 北方扫兔民族的这个 热州园 然后呢 它的这个 方式呢 跟这个 南宋 它冲的有很多一样 毕竟北方民族嘛 它带来的是一种 相对来说 比较一种 中国 淘宽这样的 一些这个风格 而且呢 嗯 因为原来它是 一个 欧亚的民族 它的 特别的崇尚黄金 它跟它的一个 或者很多这样的 彩兔 尤其是黄金 咱们特别的喜欢黄金 所以呢 这个 原来它这些 很多 器物嘛 包括这个 特斯座品的在内 它很多大量的使用黄金 然后还有这些 客的作品呢 也是有些 大量的黄金 那个支援品 从整体的 艺术风格上呢 它是一种 比较豪广 比较粗广的 它是像 咱们刚才前面看到的 北宋和南宋 比较这种细腻 和风格完全不一样 那这个是原来的一个 嗯 可思八天图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些 润色啊 人物造型啊 就是一种 比较粗广的一种 风格了 但是它从这个 客室那些技法啊 上面的 可能就 好多就 会有这个 性感 就是一个 巅峰之下 直接开始 就往下 往下走了 就肯定 它这个工程的 重程度也有 也有关系吧 嗯 这个是 顾问博远常的 客师 东方说周朝图 它的处理呢 不像 男生那种 很精细 很亲密的一种风格 人物啊 山石啊 都相对来说 比较粗广一些 当然 这个原代呢 也发明了一些 独特的技法 就是像 合色线的使用 从原代开始 或者叫 荷花线 嗯 这个就是合色线 就在这个 这个魔谷 这个 林姿这个地方 它使用了这样一个 合色线的一个技法 这是元朝的 一个 创新的一种技法 在科技上 用的技法 实际上它是使 那个 物相啊 增加进入这个 地体感 那这个地方的地体很突焦嘛 这个突焦感也显出来了 就是因为它使用这个 合色线 但是你使用单一的合色线 它不足以表现它的这个 感觉是 有点 好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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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您的呢 经过就是 冬年战争嘛 您在跟原代的 如果 有个 和原代的一个 过战 它毕竟恢复这个 社会生产吧 需要一段时间 加上这个客室呢 它必须也是一种奢华之物 在零初的时候呢 这个客室呢 相对发展是比较循环的过程 与社会物理也有关系 到了人家发展到宣德以后呢 这个客室生产 与社会业务相对稳定 与社会业务相对发达起来了 所以客室生产呢 就开始就趋势发生了 那主要产业呢 还是在渡州 北京和南京等 当你苏州出的事 对温州 这跟他苏州当时 这个文文环境有关系 当时呢 苏州是文文汇翠 文文化还精品叠出马 所以他这些客室作品呢 也深受当地这个艺术分的影响 所以呢 也有些很有名的客室大发家 如习啊 中央众位 和前代的一样的地方呢 他也是 也是有这些 叫做有名的这些 画家的作品嘛 有原本 有这些模刻 有这个 《应该》这个客室呢 它说两个这个 跟送来也不一样 跟原来也不一样 它的作品呢 比较多的喜欢 比较这些文体赛上来做啊 他們這些花草 還有小的花鳥 這樣的叫做 這大顆粒它是特別的精密 特別的清秀 特別的細緻 而且還有一個很大分的 雲帶克斯 它也是幾乎沒有招比的地方 幾乎都是每一筆都是用課的 就是做到一次不搞這樣 它有色色啊 也是非常的大量 非常的和諧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處 應該也是一個驚喜製作吧 嗯 克斯造倉的畫面客戶店 這造倉呢 是個本宋的一個很有名的花樣畫家 然後呢 嗯 雲帶這些客戶大師 能把畫面的一個作品 非常完美地呈現出來 客戶極美的進展 然後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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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放进去的地方 而且比较多的是一个三面色的配合方法 然后那个核叶 还有这个茉莉 草莉 然后就是茉莉 草莉 还有这样一些淡面色 都处理得非常的合体 使这个立体感非常完美地呈现出来 还有表现一些珊瑕啊 非常精彩的作品 然后辽国的陈宁耳 比如说林庆祖 还有郭文博院长的辽士庆祖 这也是一个非常巨幅的客室作品 还有一点呢 就是从客室计划上来说呢 林大就是创新的一种叫凤尾腔的一种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凤尾腔的一种地方 跟前面的长短腔不一样 长短腔那是一种长短参枝的这样一个色彩过渡的 而它这个呢 就是一个弧度和非常严润的 严滑的腔 自然都这么一个枪法 像那个凤凰的嘴巴一样 就管它叫凤尾腔 这个凤尾腔呢 也是这个断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林大有这个凤尾腔 而且你早期没有这种枪法 林大的作品当中 比较多的就有这样的想法 那上国就是展览的那个 林大都有这个凤尾腔的 无论那个剧头的 发生的作品还是小的 或者那个作品 都有这个凤尾腔的方面 서로的银 верс尾腔的 包括有的 但我可以这样做的 那些不错的 我可以去做的 促使了它这个赫斯一组 达到一个济南风之后 又一个监控时期 从技法上来说 它有一些创新的东西 两个方面刻 比如说透刻吧 比如说赫斯的正面和闪面 它是完全一致的 它不是有线头 而一般的刻实在它背面 因为有很多的线头 你看到这个画面的 对面看完线就不一样 而这个方便刻呢 对面看完线就不一样 正面看完线是完全一模一样 但还有一些像 沙南刻吧 铁莫刻吧 三色金镇刻吧 等等 有些新的一些 创新的东西 有些新的一些 创新的东西 很多大富翘 屋的远程 现在屋宫 werden从可视化中 会长的一个手段 长度达到将近5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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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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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審議一些,審議一些,審議一些。 因為曉東煌立立的喜好, 他也大量地投入一些資金跟人力物理, 去进行一些可能作品的创作 或者把它的一些画也好 地址设计也好 去用这个客室的样子形式去表现出来 那这些都是前龙女皇帝的意义 然后用客室的地方去表现 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跟老百姓一场生活 可能就一些商品能力的这样的客室作品 这样的一些像大级葫芦啊 也都是比较吉祥的意义嘛 老百姓也比较喜欢 这些有些那是对于一些商品能力的 那些客室久老徒啊 它都有这个度寿的意义 所以比方说人家老人过寿啊 我深入啊可以进行一些这样的作品 你看这个很丰富啊 除了一些花鸟啊 還有一些歷史人物故事 也都表現成一個可哩過哩的 它這個題材是非常廣泛 然後像《強東皇帝》還有一些 跟政治技術相關的一些題材 它也納入了 然後這個就是《強東皇帝》 是一個年代畫家畫的一個就是 小鳥吧 小鳥的母親 是熬熬帶苦的小鳥這樣的作品 它有一點它的意義 然後把這些作品呢 它可能給賞識了一些大成 意思是這樣呢 就是說你們要秦春愛你 愛你如此 就像這個鳥一樣 對它的這個孩子 要非常的去激男 所以不甘之道 它這個故事 對它這些客作品呢 不光是一種意義上的東西 它更多的 它還帶有些政治行動在裡頭 還帶有些政治行動在裡頭 我們採取這樣的歷史故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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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採取這樣的歷史故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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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还有另外一类比较重要的题材就是反映这些宗教题材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宫庭当中呢 全龙皇帝也是非常的幸福 尤其是上传佛教 所以呢 有很多的大量的一些 摆堂卡啊 宗教题材的一个作品 这类作品呢 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它特别的 这个 因为是佛教嘛 特别的虔诚 所以制作的时候 非常的精心 全部都是一些精品制作 都是每次不搞的 做得非常的精致 非常的完美 嗯 之所以像 刚才说 到了乾隆时期 达到中国克森 艺术发展 四旁又一个巅峰 就是跟他前面提到的 大量的这个克斯作品 去一天 模糊尽致的 这样的作品有关系 那这件作品 就是他的一个代表作 就是三十佛 中间弹量的 结果 和 Susans 非常地净粗 还有像克斯基罗斯箭 更是长达三米多 非常地震撼 如果看到食物的话 气势非常的灰烘 上面的原物都有二百多的原物 这样的巨虎作品它不是作为礼服 从现在流程在世的都有大量存在 你比方说像这种三十佛的这些题材 像在清华大地艺术博物馆现在还有一句话 你号称世界之退吧 你还有像那个法国的风三百路宫 那个中国馆那个顶棚上 就是那个三十佛 整整三十佛在上面 它全部作为那个 当年它们从圆圆里也多过去 后来是用在它这个中国馆的顶棚上 做顶装饰了 就是用三十佛的这个刻式作品 还有大量的一些唐杆 制作非常地精美 所以我一会就学习一个很好用的 前面的一些大量的关于宗教题材 不一灵举了 非常非常地多 另外呢 还有一类就是 除了像玉子的画 还有像玉子的詩 它又把它的刻式作成形式 就表现出来 像这些玉子师呢 它都有一定的声音了 你讲说和时的宫名那些 這個圈子就是全龍皇帝的密子絲 然後用一顆式機法表現出來 它的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這篇文章它比如說改造靈寿宮 靈寿宮是全龍皇帝退位之後去的地方 就是說它的形式是造這個 就是在瀋陽的清明宮和北京的昆明宮這個宮殿 ,本来是有一个弦性的选择性。 这些是从来非常cast的选择性的, 所以我又录在幻觉到的审讯来有维 Acts, 这里的维朕是两个方法, 其他的弦性它也是有选择性的。 因为科斯作品不可能把他所有的名字都表现出来 他也选择他这个诗里边有代表性的 试像性比较强的这样的作品 拿来科斯给表现出来 那这个《五湖五代堂》的这个卷子也是 因为他乾隆是《五湖同堂》嘛 《五湖同堂》嘛 当你得到这个玄孙之后 还做了一个《五湖五代堂》的一个季 那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成天之福必在于今天 就是我之所以得到这么一个除暴 是因为一定要今天 然后呢是按理行政、清闲 所以这也是他维生思想的一个体现 还看这个喇嘛书 表明了清代的喇嘛教 就是说障碍国教的一种高度共识 也是他为国的一种 宗教政策的基本纲领嘛 影响非常的深入 所以他代表他一些重要思想的这些 一直是他都拿科斯来表现 一直叫强调他的这些思想 还有像这个苏德光武 光武区大铺嘛 明明昆娘这样的卷子 也是就是说纪念他的祖先 他的祖先鲁尔哈茨 是一个靠着这个十三副铁甲起兵的嘛 所以是靠着德鲁为天下 所以他也是不忘先祖 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那边 你看他的包装形式也是非常漂亮 这个包手也是用这个科斯给做出来的 它也是用黏黄色 然后你只用你的这个漆盒 给包装起来 这一件事 除了他显示他这些违证思想的一些意志思而外 所以他还把他的一些明末 一些明日明天 所有的作品 也作为客丝作品 加单出来 那这件事 财能皇帝 丁王兮兹的一个体 然后用客丝 再加单出来 但这些客丝的作品呢 因为毕竟是大事制作的 他就是活力强盛制作的 他就是活力强盛制作的 所以他不是投入重金 所以他的这些客丝作品呢 能够非常完美的呈现 以前的皇帝他的 书法作品的这个原度的神秘 这个呢 也显示了这个 客丝机的一个高超 一种如何存心的这样一个 征占的技能 这样的作品也非常多 这样的作品也非常多 这些东西 还有一些像那种 使用性比较强的 以前的55年 前冬皇帝过 八十大寿的时候 和尚呢 英典这些大事呢 对前冬皇帝今天呢 用寿山寺和清田寺制作的 这样一些 好点突出印章 可以套出的寿宇 然后呢 这些印章 纪念之后呢 就下命 让这些 书字的 客丝的大师 把这些印章 和客丝表现出来 所以这些客丝上 都是这些印章的一些 这个作品 那前冬皇帝 那前冬皇帝 一些巨户巨户 很轻的老子 当然还使用 可施加速的 这样一些计划 实际上呢 这个是把一次成型 和这个二次加工 结合在这样一件一件 一件一件一件 这些造型的 然后在客丝作品上呢 就加了一个绣工 这个就是 叫客丝加绣 当然它绣不是全部的 它只是一些小的 那些局部的 使用了绣的地方 但是它这个整个作品呢 是用客丝技法做出来的 但是像这些 这个佛像上的 观音上的那些批驳啊 这个因为 毕竟是两种色彩 下面是蓝色的 上面呢 就很难用这个 再用一种客丝技法 表现出来 然后呢 上面这些 刺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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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一些疑度的地方 它就有磁绣 还有一些夹染的地方 比如什么笔墨 像多种地方 所以才能理解过去 这样呢 实际就增加了 过去的方式效果 和它的艺术渲染力 这也是一个克斯加州的整形制作 那这些红须 一定用克斯基法 很难表现 所以它这个地方就用一笔墨 就这样画出来 当然它克斯的生命力 就在于它就是用克的地方 来表现这个梦想 但是呢 随着这个运气到前冬之后 加倾倒光 运气到清末 随着这个国力的重现下降 在克斯作品上 就很难见到这个家族 因为它 国家潮流以前 再加上记忆的运气衰落 所以呢 很多作品来采用一些偷工减量的 这个作法 就是大量的 等于克斯基法的下降 然后呢 商量更多的 增加了迷茉的作法 实际上是一点 就是 国家潮流经济求精 采用科工 怎样的做法 这样的做法呢 实际上就 始终的艺术 它的本身的 运气的特点 就不断消失掉了 所以呢 到了前任王帝以后 这个克斯的艺术 就不见的 再也就 重现当面的辉煌了 它为了增加一些 它的这个质感嘛 还有一些 把一些那个 孔定毛加进去 比方这些绿色地方 都是孔定毛 加进去 然后这样的效果呢 是更加有质感 而且呢 它是 长久的追射 还有是 克金的作品 那这些 然后 金黄色的地方 全部是 金线 然后就能去克斯 克金嘛 然后还比较像 一些 橙色的地方啊 它是 那个树上果实啊 它采用的是 用性的计划 嗯 前面呢 讲的就是一个 克斯的一个 大致一个发展历程 嗯 从南宋到乾隆 中国历史上 发分了一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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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斯呢 是这个 织化里面的代表 代表性的一个作性 织化里面呢 还有一种 这个织景化 嗯 这个织景化呢 制造难度是最大的 而你有把这个景 做成一些像 人物啊 那些 山水啊 这样的图案 比如栏上加了它嘛 所以织景化 在这个 之后的话呢 也是一个 难度非常高的一种化 嗯 呃 之所以它的 因为它的这个 这个难度高吧 所以织景化 留下来的 作品非常少 大大的少 像克斯的作品啊 非常非常少 呃 呃 其中的大多数都是这个 佛像的作品 因为它对佛像的一种 佛这种虔诚嘛 所以它要把最好的功力 呃 最好的记忆 要呈现成佛 要是一种 一个尊重嘛 还有一些很好的 就是这种 一个里面的 白色线瘦这样的图 这种图 虔诚的 肢经参数 无良瘦的 这么一个肘子 这种图案 实际上就是 用肢的形式 啊 这种图案 这种图案 实际上就是 資景的極樂事件 這幅畫呢可以就是說 可以看到 可以說在中國 我在這個四次紀義上 爬到一個巔峰大的在裡面過去 這個可以說西式珍寶 它就用這個地方 表現一個極樂事件 上一片句子 長高達4米 然後寬長達2米 上面的人物一共有 所以這麼多的燃物 這麼多的這些物像 沈浪在這裏畫裡 而是用這個資景的 心理的安全 可以說是非常的高 很難度 這個呢 也反正呢就是 中國古代這些 私事工匠們嘛 在這個 智慧上拿了一個 風風造極的一個經過 因為它這個人物的眾多 而就是把人物處理得非常的這個 粗糙 而且你看看人物處理得非常的細 因為它這個 因為它真的這個 知情的記憶難度大吧 所以流傳上的這個 作品是非常的非常的少 我們目前所看到的 也就是 不比這些鋼筒 國內的很多 第三種形式的字畫呢 這個相對來說比較常見 甚至是章籠 章籠呢是因為 在明代啟然於福建的張州 而得名 所以叫章籠 但到了清淡呢 實際上這個章籠的 製作記憶中心已經轉移到 蘇州了 現在的章籠已經不再生產的 這個章籠了 它轉移到蘇州 所以蘇州呢 除了它的這個 書袖 除了它的客絲 除了它的這個 防空井 還有另外一種 非常有嚴的 這個就是章籠嘛 章籠呢 說通俗一點 它實際上就是一種 起源的一個織物 它的特點呢 是力氣感非常強 所以給人呢 另外有一種 特別獨特的來衣服 一個效果 所以給人呢 另外有一種 特別獨特的來衣服 一個效果 就是一個章籠的 一條根土土 是造型的 你看它的這個 力圖效果呢 就像水墨畫一樣 但是它用的水墨畫 有更強的這個質感 跟力氣感 所以我們在這個 在這個東西 可以在這個 有很多的 這是在這個 和這個文化 在這個中文化 前面我講的都是 紙畫 全部都是靠 真正的 來創作的 一個歷史作品 而除了這個 這個紙畫 而外呢 它就是繡繡 刺繡 刺繡在中國歷史上 也是 遠遠留長了 嗯 嗯 它們主要叫它這個 從年輕開始吧 這個 這個主要的一些 刺繡的這個魅力 因為這是顧秀 顧秀呢 顧秀呢也是 咱們上海這樣的 因為它 創作一個 陸香園的這個 故事家族 它叫女 因為故事家族呢 大量的女院 都會做這個 女工 會做這個刺繡 而到了這個 晚年的時候呢 她的一個 故事家族呢 顧秀的一個 孫秀之外 叫韓西夢 她的 以她的這個 刺繡技術 是最終的結束的 所以因為故事家族的 這樣一個 群體的這樣一個 刺繡技術的高超 所以呢 這種秀種呢 就命名為故秀 因為它比較大的一個特例呢 就是 也是就是說 這個 明模的是一些 明日的 書畫作型 然後呢 在這個 畫的 技法上呢 它又是 畫繡結合 所以它比較大 這個特例 還有那 色彩的 特別豐富 可以多達 有些 十多二種 像那些 技術的 顏色 也就是 多姿多彩 賞心 一目的 感受 這個 也是 靠生國寶級的 也是靠生國寶級的 這個 這個 韓星文的 故事 共演名義手 這個 在中國 國代的 石修市場 也說 可以稱得上 是 巔峰製作 很好 这次上博的一个展览里面也有四件是韩西梦的作品 花卉丛蜜图 大家可以看看实录 可以体会一下韩西梦到达的这一个艺术的高度 它不仅有前面一些色险比较丰富的这些作品 而同样是一种单单的一种墨线 它能把这种米丝山水的或者是米丝泥山 这样一个艺术宣传的一个绵密精子 这个难度也是很大的 因为它就一种颜色 把这个零物感 零物感非常好地把它装成 对于像韩西梦这种人它是创新的 就是它在中国是一种市场 因为以前的市场有很多的也是一种使用性的教育 它能把这个推向这种精致 这跟它个人的这些修养没有关系 因为它本人呢也是 它有这个书画的功力 而它的丈夫呢 跟当时一些无人画派的人都有很深的交往 因为它从中起都是很多的养分 再一个呢 它对它的刺绣有非常高的要求 比方说刺绣的时候 它有它有一些刺绣的沿着 比如说像夏宇里边的夏宇里边 或者音乐里边的光线是好的 它就不基于创作 而是要人在这个光线非常好的时候 因为你精神专注力特别好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会创作 实际上它有机缘达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层面 再一个呢 它留下的一些作品比较高的呢 一般都是它四十到四十五岁 这个年龄段创作 这个也是做一个丝绣修养吧 或者丝绣大师一个黄金养 因为年轻的时候 你可能对艺术的运务力还不够 等于这个岁大师 我说是点灯了花的 可能也看不清了 说话也没劲 所以你那时候创作的作品 可能也达不到高峰 而这个时候呢 多方面精密啊 艺术感悟都达到这个高峰 所以这个时候创作出来了这个作品 肯定可以使用精品去做 对他这个作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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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非常感慨的作品 非常密 就是说一看人是达不到的 就可能一种神乐的一个相助嘛 可能达到这么高峰 这一ですね 他那个副多别人 或者棍某还可以看到 一样的通 ей 这整个是不好意思今年的 一个座的 所以无论古今中外,你这个艺术作品要达到一个高度,一定就说,不是说你不下风度, 你能做到的,它就一定下了反映反映的风度,才能做到一个千古明明的一个节作。 这个重点,一共有八幅,见面都是精品,我这里周一也做了一个展示,这就是做得非常好。 这是一年展出的谭西梦的一个组绍图,这也是一个经典制作,就上了中国美国研究这家的一些作品。 因为这次展示也是很难的一个机会,咱们都很少看美国,作为实质品吧,它展出条件非常苛刻, 所以能展出一次的话,大家是非常有眼睛地去欣赏这个艺术的制作。 它其实它有很多,除了像一些生活画的一些作品而外,还有一些很活性的这样一些作品。 像这个三叉也是一个经典制作的。 尤其这个特点呢,是每领域的那个色彩都不一样,使用了好几次种各样的一些作品。 所以呢,非常地,配色非常和谐,然后呢,增幅多变,其同化锈结合。 这个都是一些经典的食材器人员的制作。 这些都是一些经典经典的世界区域的制作。 这些都是一些经典的制作品。 这些都是一些经典经典的世界区域的制作。 这个酷修呢 因为它在名目达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艺术学者 所以它这个名声也大造 在江南啊在北方啊 也非常大 所以它的作品呢 也做了一种商品 商品吧 大量的流通一识 当然后来呢 它的发展把好多大 都是名义的这个作品 也不让人见 当然随着这个明星这个改造幻带吧 这个故事也有一些这个冲击 在高尔卿来呢 它故事的水准啊 也都下降了很多 因为已经没有一代宗师 或者一代明师作为景品 就是跟明耐的故事呢 也是有法相续论的 大量作为商品 很出现一识了 对商品跟作为艺术品 还是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的这个冲凝吧 所以它好多人打放这个陆像人的盘 还有这个骨头热的盘 有点就是亲爱的一些骨头状态 它东西状态还是做一样的阶气 感觉这些人物故事的记载也很多 这些历史故事的 不离奇想要这样的一些其他的作品 还有一些佛教题材 当时在明代 有些明代晚期 南方有这个顾秀 而北方有这个骨秀 骨秀跟南方的这个副秀又是另外一种风格 跟这个地域特别有关系 南方相对来说比较细腻 跟地域的轻点 而北方的相对比较粗广 比较豪广 所以这个秀统上也能很好的形象 骨秀最大特点 它有一个一线秀 一线秀呢 它有时候拿整条几个视线来做秀 或者像南方的这些骨秀啊 或者粗秀啊 它就有皮丝 把视线去得很细很细的 它直接用那个一线来秀 它之所以也是很有名气的一个实习平准 也因为它的艺术程度 也给达到非常高的一个程度 就是它虽然秀线比较粗 但是它给人这个外观效果呢 也是很轻密很雅致的 这个也很难做到啊 秀线很粗的状况下 能做到这么一个精细的程度 而骨秀呢 现在虚实的量是非常非常少 而骨秀呢 目前看来说可能 夹起来都不到时间 非常的少 骨秀呢 它喜欢用这个定制啊 要喜欢用R20来做品质 这个局部,你会看到,他们真的,这个线条啊,非常的粗。 到现在呢,也有一些融色的这个存在,但是它发展也就到这个康熙,到前龙以后都很少见到,到晚期就更少了。 刚才就是,在次修上,民在的两大非常有名的顾修跟顾修,到了青代呢,由于世修工艺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呢, 中国的历寒地域的,因为它的地域特点和风格呢,也发展了一个比较有名的,对咱们所谓的四大名秀。 当然中国的秀种非常多,好几十种,但是能够这个,引领这个世修的顶尖地域的,就是这四大名秀。 就是,他们知道的这个苏秀,香秀,广秀和褚秀。 苏秀应该说是,是法尼秀之首啊。 所以呢,在当时的青代工艇里的,采用的最多的,就是在世修工艺的这些,呃,实质品种,就是苏秀的最多。 苏秀的衣服啊,呃,苏秀的这些铺垫瓷脉啊,占百分之快九十以上的,都是苏秀做的。 苏秀的这些铺垫呢,皮是非常的细,然后呢,这个配色非常的颜氧,非常的和谐,非常的清理,这样的感觉。 是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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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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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